在運動前後要注意 有四件事是特別適宜做的 第一就是有心臟病者的病人 就要問醫生我們適宜做些甚麼運動 做到甚麼的量才行 而是安全的 但如果你自己是沒有心臟病 但是你是高危者 例如你吃煙、膽固醇膏、糖、血、辣膏 都適宜找個醫生評估下 你可以參加甚麼運動 這是自其一 第二是做運動前要熱身 做完運動後要慢慢做一些低量的運動 讓你身體恢復 第三是運動前要多喝點水 留意體溫的溫度、濕度和裝束 最後我們因為建議人做運動 如果你是沒有時間的話 你就應該將你的運動加入你在日常生活上 如果你駕駛的 你去你的辦公室 你泊得遠一點走去 放工時又走回頭 將運動加入日常生活來說 你就覺得很自然地做足球的運動 至於有甚麼我們不應該做 如果你有心口不舒服 有不正常的心跳 氣喘或運動 就應該立即停止你的運動 以及接受醫生的檢查 第二如果你發燒 你吃得太飽了 喝得太多酒和抽煙 是不適宜做運動的 第三你要留意一下 即不是每個人的骨落都可以做運動 好像你要留意一下你的關節 還有運動就是你的量要循序漸進 不可以一步達到你的目標 然後運動後 不適宜立即沖腸 尤其是熱水 因為運動完之後 你揮發了很多汗 也有血管放鬆 你再沖一些熱水 血液可能低 有運動的危險 這個是要大家留意的 一個做運動的人 他們有幾個好處 就是那些血管 心臟是可以供血得很好 所以就算塞了一條 其他血管 可以供應到心臟肌肉 還有第二個好處 就是我們跑步的腳 肌肉吸收氧氣的功能 比其他不做運動的人更好 所以在這一部分的人 他們可能要到突發事件才知道 所以如果你是做運動的 而有一個改變了你運動的感覺 好像容易氣喘些 有心搞痛 或者是有運動 這些是早點去看醫生 一個改變是很重要的